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深奥成功欢欣鼓舞的时候 我们不会忘记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百年的一个百年的噩梦 那是一段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 也是一段中华儿女奋力抗争的历史 那么阅读本组课文 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字里行间 饱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 还要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的资料 学习整理资料的方法 并在语文学习中加以运用 也就是说 这单元我们学习的重点 一个要从字里行间去体会这种爱国之情和民族精神 还有一个呢 就应该学习搜集材料 整理材料的一些方法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任务来学习课文 这单元呢 共有四篇课文 二十一课 圆明元的毁灭 二十二课 狼牙山武壮士 二十三课 难忘的一课 二十四课 最后一分钟 另外 还有口语交际 习作和拓展练习 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看 二十一课 圆明元的毁灭 圆明元位于北京的西北郊 始建于一七零九年 这一年呢 清朝康熙皇帝将这里的一座面积 约六百亩的园林赐给了他的第四子 并亲时写了园名 这第四子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他将圆明元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 又在其东面和东南面增加了长春圆和万春圆 其后 几个皇帝又不惜代价继续扩建 这样呢 经过六个皇帝 一百五十年的经营 圆明元的总面积呢 达到了五千二百亩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壮观的一个园林 被称为万元之源 北门就是讲述了圆明元当时的辉煌情况和他的毁灭 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无比热爱 及对侵略者的无比憎恨 下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课文的内容 第二十一课 圆明元的毁灭 圆明元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圆明元在北京西北郊 是一座举世文明的皇家园林 它由圆明元万春元和长春元组成 所以也叫圆明三元 此外还有许多小圆 分布在圆明元东西南三面 中心拱月般环绕在圆明元周围 圆明元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 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 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圣建造的 如海宁的安兰园 苏州的狮子林 杭州西湖的贫湖秋月 雷锋西照 还有很多景物都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 如彭南摇台 武林春色 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 还有西洋景观 漫步园内 犹如漫游在天南海北 包揽着中外风景名声 流连其中 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圆明元不但建筑宏伟 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上次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 下至唐、宋、元、明清 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馆 1860年10月6日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 闯进圆明园 他们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 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 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 为了销毁罪证 10月18日和19日 三千多名侵略者奉命在园内放火 大火连烧三天 烟云目明照了整个北京城 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 建筑艺术的金华 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 同学们 读了课文 我们再一次的了解了圆明园 辉煌的景致和他毁灭的情景 圆明园越是辉煌 他的毁灭就越是让我们感到惨痛 下面让我们看一段录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课文一开始就说 圆明园的毁灭 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两个不可估量 一个是在祖国文化史上 一个是世界文化史上 我们可以想象圆明园 他的毁灭 对祖国对世界有多大的一种影响 不可估量就是没有法估计 可以看出来呢 这个损失是巨大的 文中还有一段画是描写了圆明园的辉煌 这段画介绍了圆明园内的各种建筑 共有六句话 第一句话包含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圆明园有金帝辉煌的殿堂 也有玲珑剔透的平台楼阁 第二个意思有象征热闹街式的买卖街 也有象征的田园风光的山香村野 那么从这个意思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圆内有许多风格不同的宫廷建筑 第二个意思介绍了圆内的两个不同的景点 二至五句话分别介绍了圆明园的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是仿照各地宁盛建造的 第二个特点是根据古代诗人的诗情画意 建造的 除此以外呢 他还这个圆明园不仅有民族建筑 还有西洋景观 西洋呢 就是泛指欧洲 美国等等国家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是对前五句的总结 赞叹了劳动人民的智慧 与才能 体现出了祖国文化的 惨烂 这段话呢 是写了圆明园的毁灭 我们从这段话中 可以看到 英法联军 掠走 圆明园的多少东西 实在 运不走的 就任意的破坏和毁掉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是写了他的掠夺 二是写了他的毁灭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 奇耻大辱 是英法列强 侵略中国 践踏人类文明的铁的罪证 同学们 侵略者之所以 敢如此的嚣张 就是因为 清政府的腐败 无能 我们不能忘记国耻 学习课文以后呢 我们应该产生强烈的爱国之情 以及振兴中华的责任感 下面呢 我们来接着看 课文的声字 我们来注意课后的方格字 写的时候 注意这些字的肩架 结构和在方框中的位置 请同学们看 归 王子旁 提 上去 这边的鬼 勾不要太长 小三角 写在里面 同学们 我们呢 要想学好这篇课文 还有很多丰富的资料 我们可以呢 通过查找一些文字 或者图片 了解旧中国 曾经蒙受的耻辱 和今天祖国的强大 通过对比 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同学们 这课书 我们先学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